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eparation of Variable 经过这个动作之后呢 我们这个PDE就会转成为ODE的连立方程式 那一旦转成ODE之后我们就会解了 各位都已经学过ODE怎么解 那我们就按照ODE能够解的一个一个把它解下来 但是在解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觉有些系数 我们需要用到什么 Boundary Condition 那或者是Initial Condition 我们不知道 假设要用 我们就得把它拿来用 只不过不要忘掉 我们当初的Boundary Condition跟Initial Condition 都给谁用的 都是给PDE里面完整的解用 但现在你不是把它分解了吗 分解之后能不能用在分解上面 那么你就要看看 能不能把Separation of Variable这个概念的引入 以至于呢 可以把它的Boundary Condition 或Initial Condition 也把它分解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才应用上来 OK 解完之后呢 还有一些没办法解 既然你能够解都已经解完 没办法解了之后 就只好留在那边了 我们就重新怎么样 组合 完整解 不要忘掉 这个时候完整解 只是形式上的完整 并不代表它所有的系数都知道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用 最后面 你可能还没有用到的Boundary Condition 或Initial Condition 或者是 最后呢 再应用一个很重要的 正交特性 那么 经过这两个步骤的加持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解决出来 那今天呢 就是要让大家看看 我们来解 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解 OK 好 今天的问题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有个二维空间 假设呢 我们画一个XY做的标 X Y 然后我们在上面啊 布一个 薄膜 这个薄膜呢 很薄 然后我们四边呢 跟四个点 通通把它固定住 假设呢 X轴上的长度是A B轴上的长度是 XY轴上的长度是B 那这个时候它就开始震荡 我们怎么来描述这个震荡呢 我们就用波动方程来描述它这个震荡 第一个 OK OK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知道它的 PDE怎么写 它PDE怎么写 因为既然是波动方程 当然这些都要经过物理推导 那在此之前呢 我们先这样写 空间的两次微分 要等于 1 over c平方的 时间的两次微分 这个就是我们的PDE 其中的U呢 是什么东西 根据我们目前来看 空间只有两维 我们把它定义为 X跟Y 再加上时间T 这个就是我们要得到了完整的解 所以在我们的地图上面呢 我们希望的solution是什么 U X Y Y跟T 这个是我们的 我们要得到的解 好 那么 得到这个之后呢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按照我们的题目的方式把它展开来 因为只有二维嘛 很简单的 就直接把它写成这样 这是第一个式子 OK 好 被公开 我们又开始回来了 好 那再来呢 我们要第一个要 要再搞清楚 我们需要information有什么呢 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 boundary condition 跟initial condition boundary condition 我们有哪些boundary condition 我们说过四个边界通通都固定 对不对 所以左边这个边界我们怎么定义它 这条线是不是当X等于0 Y可以一直变化 随着时间的演进 不管时间怎么样演进 它永远等于0 对不对 然后这一段呢也是一样啊 X等于A的这条线 Y的上面的任何一个位置 随着时间任何演进 它通通都等于0 因为被我们固定住了 所以就很简单 它就是U的X等于0 YT 要等于U怎么样 在A的这个地方 YT 通通都要等于0 boundary condition1 第二个呢 就是上下这两个条 这两个边界啊 那一样啊 那它就是在Y等于0的地方 那X呢 随便 或者是在Y等于B的地方 它也要等于0 对不对 很好 那再来一个呢 initial condition 这个伯母它不会震荡 假设它一开始没有震荡 它之后不会震荡的 除非呢 这个是个量子系统 我们可以用量子的flaturation 但现在我们不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一开始 我们一定要给它个位移 好像吉他 你总要波动它 它才会震嘛 所以一开始要给它个位移 我们就说 在时间等于T的时候 哦 抱歉 既然是开始 当然是时间等于0啊 它呢 会有个位移量 每一点的位移量 我们用个函数来描述它 叫做F的XY initial condition 1 再来一个呢 到底它这个位移量 一开始有没有速度 假设没有速度 那我们就说 一开始根本就没有速度 partialY partialT 因为是位移量 对时间的位分 就变成速度啦 然后我们让时间等于0 然后这一点呢 它永远等于0 这是我们initial condition 2 OK 好了 那我们就架构完成 我们这个问题的equation 以及它的边界条件 那剩下的呢 同样的动作 一路这样走过来 反正地图在你手上嘛 就走过来就对了 好来 这个方向我们就选择 AYT 我怎么会这样子 这个是不是 OK X等于A 是不是这一条 这就是相当一个方形的 谷 我要求边界呢 都被固定在谷的边缘 所以我让它等于0 假设它不固定呢 假设你这个谷啊 只有三个边 好像说 这边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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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让它活动了 那么这个就不是0 对不对 当然我们先解简单的嘛 复杂的 到时候再说 那简单就是四边 通通把它固定下来 Right 不是 不是 我们这个U代表的是什么 事实上你应该怎么画 你知道吗 应该这样子画 这个我们的谷是在这边 谷的伯末在这边 然后呢 U是什么 它的政府啊 它是这样子震的 但因为我四面都把它固定住 它可以震吗 中间可以震 旁边不准震啊 不准震是不是代表它位一亮 垂直的位一亮等于0 Right 我们就这样子定义就好 了解吗 OK 好 那这样看起来可能比较了解一点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 根据我们的地图呢 第一件事情 用变数分离的方式 好 那变数怎么分离呢 请大家记住 我们会教两个方法 OK 变数分离只是其中一个方法 它会用掉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 然后有一小部分的时间 我们会教一个叫 IgonFunction Expansion的方式 来解决它 好 那那个到时候再说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要引入 Separation of Variable OK 我们当初说它是怎么样做的 它是se let U X Y T 你要了这个解呢 它可以分解成三个 component 第一个component呢 是X这个函数 第二个component 是Y的函数 第三个component 是T的函数 也就是说 它刚刚好 就是这么幸运的 可以写成 X乘上Y乘上T X只有X的函数 Y呢 就只是Y的函数 T就只是T的函数 如此而已 就这么幸运 假设这样解得出来 那你就得到解 解不出来 那就代表你要用另外一个方法 对不对 好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式子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们本来的解一个问题是 它等于什么 现在更进一步了 我们无法知道它等于什么 那么我们就先知道X 等于什么 Y等于什么 T等于什么 一个问题变成三个 简单的问题 到时候我们再把它重新组合回去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就从这一步要进入下一步 现在只是在刚开始的假设 你还没有转换过来 那我们怎么转换 很简单嘛 我们就把它怎么样 代入 我们就把第二个式子 代到第一个式子 我们differentiate equation 再除以第二个式子 记得吗 我们每次都是这样做 管那三七二十一 二代到一除以二 这样一做完之后呢 你看二代到一 所以一部分是XY 大X大Y大T 但是它V分子对XV分 那Y跟T呢 就没有V到 就相当常数可以提出来 最后我不是再除一个二吗 二就是自己大X大Y大T嘛 就Y跟T 跟下面的Y跟T除掉 就是留下一个大X 你很快就解决成这样子 Y的部分呢 Y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 T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 哇 看起来真是简单 一下子呢 我们就写到这边 但是不要迷路哦 我们这一步要干嘛 变速分离的目的是干嘛 我们希望把PDE 转成O 连利的ODE 现在有看到是连利吗 不容易 但是呢 变速分离最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把四子呢 把一些东西啊 相同东西组合起来就好了 你看原来的这个里面 虽然说是对X偏微分 但这个U呢 却是三个变速啊 那全部卡在一起 你怎么做 那就很麻烦 但在这里面呢 却变得很简单了 这个前面第一个四子 只跟X的函数有关系 后面找得到 跟X有关系的吗 没有 第二个呢 只跟Y有关系 其他找得到Y吗 没有 第三个只跟T有关系 这不是很棒吗 你把三个变速分离出来 那既然分离出来 那我们就一样化葫芦 继续做下来了 我们假设第一个 它就等于一个 叫做α的系数 第二个 就等于一个叫做β的系数 那什么是α 什么是β one and z 没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解出来 那第三个 当然就等于α加β 就这么简单了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这整个四子呢 立刻就可以简化成为 怎么样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三个四子就写出来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地图 我们刚刚的问题是 U的XY U的这个函数 不知道 经过变速分离之后 我们引入了三个比较简单的位置数 大X大Y大T 那么在变速分离的过程 我们又引入了α跟β是不知道 对不对 相当于说我们这些都要知道 才能够组合回去这个地方 不过没关系嘛 我们就慢慢来做 好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微分式啊 稍微整理一下 整理成我们熟悉的形式 让我们比较容易作业 第二个四子呢 也是一样 第三个四子呢 也是一样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对不对 我们把上面这个叫做四 这个叫五 这个叫做六 好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解决 四这个四子 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告诉我们 那X呢 其实呢 有几种选择 因为它选择从这个α 到底是正数 等于0 或者是小于0 OK 那这三个选择 会给你得到 不同形式的答案 假设α是正的 那么 这个解呢 会相当于一个系数 乘上exponential 根号αx 再加上b exponential 负根号αx 对不对 这个都是我们最基本的 这个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的解 这是α大于点 再来呢 α等于0的时候怎么办 α等于0 是不是就像没有它了 我们就对这个东西 直接积分两次 就把它算出来了 你会得到cx 加上d 再来一个 当α小于0呢 α小于0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觉 exponential上面会出现 i 虚数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转成 sine cos sine cos ok 我们有这三种可能性 那我们现在就针对这三种可能性 稍微处理一下 来了解它会有什么样一个行为 ok 好 我们把这三个加起来呢 叫做第七个式 ok 那我们开始来做 我们怎么知道哪一种形式合理 或者哪两种形式合理 或者是三个都合理呢 我们怎么知道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们说算到四五六的这个步骤 其实已经完成了我们这个地图的第一项 这第一项就是已经建构起欧第一的联义方程 现在警戒就是要解 对不对 我刚刚只是把第一个微分方程 它解的形式写出来 但还没有解到 你不能解的地步嘛 你还是可以进一步的来做啊 那我们怎么做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引入一些boundary condition进来 看看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好 boundary condition第一个告诉我们 它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 U怎么样 在X等于0的地方 YT任意 它会等于0 这什么意思 这个当然没办法用 用在大X这边 因为这是U又不是大X 所以当你要用在大X这边的时候 你要试试看 能不能用变数分离以法 第二个试试的假设 来对这个boundary condition 适当地加以分离 我们这样一加进来 它是不是X要在0的地方 Y要在Y的地方 T要在T的地方 对不对 但这一判断马上就知道嘛 因为怎么样 Y或者是T We are not always zero 它并不是永远都等于0 所以但是这个很等式 一定要等于0 管你任何时刻 全部都要等于0 所以这个时候 唯一的办法是谁等于0 这个要等于0 对不对 所以告诉我们 一定要等于0 你没有第二个选择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是不是就告诉我们 我们把第七个试试带进来 X等于0的时候 这个是指的是大X等于0 那是不是大X的解就可以了 开始使用 01带进去 Exponential 0等于1 Exponential 0等于1 是不是等于A加B 假设是第二种状况 01带进去 是不是只剩下D 第三种状况 01带进去 cos0等于1 sin0等于0 所以只剩下前面的这个1 是不是我们把一些系数决定了 比如说D 决定了吗 决定了 E决定了吗 决定了 A跟B呢 就有个关系式出来 B会等于-A嘛 两个加价才会等于0 那这样子是不是代表 我们X呢 就可以更进一步 把它写出来 B等于-A 那我干脆就把A提出来 对不对 α大于0的状况 第二个C 第二个C 在里面D等于0 D等于0就没有后面了 所以第二个也变成CX 第三个呢 E等于0 所以是不是只剩下后面这一项F 我们是不是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呢 我们叫做第八个式子 这里面 这里面还是有些系数啊 还是有三种可能性啊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分辨得很清楚 我们只是把本来有六个位置的系数啊 把它缩减了 现在剩下是吧 三个位置的系数 对不对 那么现在紧接着怎么办呢 不要担心 我们当初啊 这个Boundary Condition 1 我们只用了一个状况 就是X等于0的这个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在哪边 X在哪边 A的地方 我们还没用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再拿来使用 Boundary Condition 2 Boundary Condition 1 又告诉我们说 U在怎么样 X等于A的地方 也要等于0 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呢 把Separational Variable带进来 同样的 同样的这一段话 因为Y跟Y T跟T啊 Are not always Zero 它并不永远等于0 所以唯一的办法 就是大X在A的地方 要等于0 那这个时候 我们把第八个式子带进来 好 我们呢 就可以解得比较好的形式了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我们开始来判断 因为这两个 不会永远等于0 不会两个刚好 相同的数字 所以唯一的办法是 A要等于0 但是假设A等于0 那就告诉我们 X呢 任何时刻 不管怎么样 它就是0 那它就是告诉我 我们U啊 就是0 哪里有这种东西 做个老板店 发觉你的答案是 它没有震荡 不对嘛 好 第二个 假设说 C乘上A要等于0 那我一般法就是 大C等于0 因为A是薄膜的宽度 当然不会等于0 那C等于0 那X呢 又是0了 X又是0 就代表U又是0了 又是错误的答案 根本就不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上面这两个case 已经被我们删除掉了 它是不合我们物理上面的要求 那只好来进行下面这个啦 下面这个我们能不能让F也等于0 假设 F等于0 那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 F等于0 那就是X等于0 X等于0 因为U又等于X 大X乘大Y乘大T 大X等于0 那管你怎么乘 永远都等于0 这也是不对啦 所以这个choice是个bad choice 所以唯一的办法 是让Sine等于0 我们发觉Sine的这个数值呢 它后面并不是X 而是个固定值叫做A的 所以它一定要等于0 那这个时候呢 F就维持变数就好了 所以这样一来呢 它马上就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它会等于0 当根号负α乘上A 等于Nπ的时候 比如说N呢 我让它从12 这样3 这样一路上去 这个时候等于0 也就X乘上Nπ要等于0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根号负α 会等于Nπ除以A OK 或者是 或者是 α等于负的 Nπ除以A的平方 N呢 等于 1 2 3 这样一路下去 但这一看呢 我们就发觉 哇 这边的N啊 有这么多种N 那就代表我的α呢 会有很多个不同的α 我们本来一开始以为这个α 我们引入了这个α 只有一个α 但它现在告诉你 No 它是好多个α 它不是连续变化的 所以呢 我就把它编号 这个叫做N 那么这样一来呢 是不是就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大X呢 是不是 只剩下下面这项合理 对不对 F 留着了 后面的Sine呢 本来是 根号负α 根号负α 是不是等于这个 等于Nπ除以A 后面乘上X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的解啊 并不是单独一个解 因为跟这个N有关系 N呢 是等于1 2 3 一路下去 那是这个样子的话 就代表着说 我可能怎么样 前面的系数 每个系数 我怎么知道一样 我没有这个把握 我干脆就让它 每个系数都不一样 那就代表我X呢 有很多种X的解 对不对 我就会想一个一个 把它解出来 好 这样子呢 我们解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将X呢 整个的算出来 编号变到第几号了 第8号了 所以这个给它到第9号 这个给它第9号好了 我看看 这个第9号 这个第 这边有个很重要的地方 它一定 它这边完全符合 我们当初的要求 α要小于0 对不对 因为下面这个式子 是α小于0的状态啊 它一定是小于0 这个叫第4个式子 那这个编号第11 OK 所以算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发觉 X没有那么麻烦啊 不是有三种形式 只有一种形式 下面这个 而且α一定小于0 α一旦一小于0了 那就很简单啊 T里面跟α有关系的 通通都是小于0 对不对 那X是不是解决了 是啊 那这个解决了 我们是不是要来解第二个 第二个呢 你发觉第二个 是不是跟第1 Y的形式 是不是跟X完全一样 是不是Y又可以分成三种形式呢 那我们再看看 要了解这三种形式 又要看看Y本身的 boundary condition 你发觉又跟X一样 对不对 X等于0的地方 它等于0 它现在Y等于0的地方 它也等于0 X在另外一个边界 等于A的地方 它等于0 它现在在B的这个边界 也要等于0 它完全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还用算吗 不用了 只要写一个字就好吧 同理可证 OK 写中文好了 同理 这样就好了 简单一点 是不是我可以写出Y 它会等于怎么样 我看看我这边习数是这样 用H 乘上Sine 这个时候呢 这边我就把它写成 另外一个变数叫做M Pi over B 乘上Y M呢 等于1 123 OK 那既然我有这么多种解 前面的系数可能有这么多种 那就代表Y也有这么多种 不同的形式 对不对 那这样一来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β呢 就可以写成M呢 它也是等于负的 M Pi over B 的平方 其中M呢 等于123 OK 所以我们编号怎么编 这个给它第12个式子 这个给它第13个式子 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两个解的形式解出来了 既然 α小于0 β也小于0 α小于0 β也小于0 前面有个负号 你告诉我 这整个的系数是正的还是负的 正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T 只有一种形式 它的解只有一种形式 虽然说你看看 看起来大家都差不多 你以为这个可以拆成三个 这个可以拆成三个 T也可以拆成三个 那是当你不知道 α跟β是什么形式的时候 当然可以拆 前面告诉我们 α跟β已经小于0了 已经要小于0了 那它的形式就只有一种 跟下面是一样 OK 好 所以呢 马上啊 我们T啊 就可以怎么样 这个时候T呢 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就可以写成D平方T DT平方 加上C平方 里面呢 Nπ over A的平方 再加上 Nπ over B的平方 乘上大T等于0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把α跟β整个把它带进去 写成这个样子之后啊 T啊 马上就可以写出来 T可以写成两个 sin或cos 所以我们的编号呢 现在把它变成 系数I 前面是sin 根号 这一大串根号嘛 C把它提出来 根号 Nπ over A的平方 再加上Nπ over B的平方 的T 再加上 再加上 我们一看 哇 这边有N跟M N跟M都是 整数在变啊 那就代表着说 我的这个T啊 前面的系数呢 也要跟 每一个在变化当中 我不敢确认它是不是一样 我干脆就假设它不一样 那就代表我的T呢 也有很多种T 对不对 那这就是我们第14个4 OK 所以现在呢 算到这个地方 我们终于从这个地方啊 进到下面这个 能解的 统统把它解完了 我们终于进到这边了 好 我们把这个解呢 稍微抄一下 抄在这个地方 好吧 αβ已经求完了 化掉 所以这三个 是不是知道它的形式了 只是不够完整 比如说 这里面系数是什么 不知道 但这个时候 我bundering connection 全部用完了 我能不能用 initial condition 我发现 initial condition 我很难分解 我没有办法 你看这边X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 把它分解了 对不对 最后得到是 大X等于0 这个 Y我也可以 同样的分解 OK 比如说大XA 也要等于0 T我可以这样做吗 你试试看 你发觉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就代表说 我们算到这个地方啊 我们已经完成了 解OD这个步骤 能够完成了 就全部完成了 剩下的位置数呢 那也是剩下了 对不对 那就代表着说 我们现在要来解决几个位置数 我们还不知道了 就是FN 不知道 HM 不知道 INM 不知道 JNM 不知道 只要 这些能够知道了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完整的解 那既然目前 我的T无法 时间的部分 无法向空间的部分 这样子展开来 那我一个办法 我就开始组合了 组合完之后 我再看看能不能利用这些 把最后的这个问题 统统解决掉 OK 好我们开始组合